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妃还是一席黑色长裤 庄重知性 更适合职业女性的打扮 也许没跟王妃是个人事业打拼太久 已经形成一种固定的着装风格 而凯特王妃这次的淡粉丝却更加的拥有青春气息 虽然王妃已经不在青春 这是王妃完美的身材 却诠释的恰到好处 细长的小腿更是加分项 小编非常喜欢凯特王妃的这套明亮的黄色衣裙 衬托着凯特王妃服饰 显得更加的红润亮眼 三个孩子的妈妈却有着如此优雅的身形 如何能不叫人佩服 白色波点裙感觉 就是凯特王妃穿的最美 这个花色的裙子一直流行了很久 很多人都非常喜欢 但是在凯特王妃的身上却有一种独特的美 尤其衬托凯特王妃的皮肤 让人觉得王妃更加的优雅自然 而梅根王妃的竖条上衣虽然可以很显瘦 但这也太执意了一些 太普通了一些 都说皇室着装要的是优雅 要的是专装 所以凯特王妃每一次的出现都能把这两项诠释得很好 可是梅根王妃的衣字间就让人感觉有点头痛吧 在皇室作为尊贵的皇室成员 女性是不合适衣字间的 就像女王喜欢短裙 但是从来不会穿膝盖以上的短裙 因为那代表轻浮 而过其裙却更加的庄重 适合皇室的特色 那我们的梅根王妃是否不应该把好莱坞的时尚带到皇室呢 其实梅根王妃经过两个月皇室的生活